台湾作为世界上导弹密度最高的地区 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其防空导弹不仅数量众多 型号也五花八门 但截至目前为止 台湾陆军还有很多使用了数十年的防空导弹 其性能已经十分落后 不足以应对现代战场的威胁 因此台湾中山科学院 着手于研发新型的陆基防空导弹 与野战相控阵雷达 组成新型野战防空武器系统 今天火力军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台湾军队中最新型的陆基野战防空系统 陆舰二型防空导弹系统的研发始末 该系统是天舰二型导弹的衍生型 因此该系统使用的导弹 也被称为陆射型舰二导弹 由台湾中山科学院研制 首次亮相于2007年台北航天展 当时搭载陆舰二型防空导弹的陆射型发射车 使用了商用规格的福特汽车底盘 搭载了四枚导弹 随后相关的研发计划被命名为禁弩计划 目标是要打造一个结合陆舰二型防空导弹 与野战防空相控阵雷达以及自研40毫米速射炮三合一的 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低空短程防空系统 自2007年台北航天展亮相后 台湾中山科学院就一直在进行陆舰二型防空导弹系统的研发 于2013年6月进行了初步战术测评 使用由中山科学院研制的MPQ-78风眼雷达搜索与锁定目标 发射陆舰二防空导弹后 顺利击落高度5000米的靶机 在2014年 整套系统在屏东九棚基地进行了第二次实弹测试 发射的两枚导弹分别击落两架靶机 从而顺利通过测评 虽然陆舰二防空系统的卓越性能得到了台湾军方的肯定 但当时的台湾陆军认为 现有的基于天舰一型短程导弹 研发的陆基版杰陵防空导弹 配合复仇德导弹系统 就能满足陆军野战防空需求 而在当时陆舰二的性能 已经超过了台湾陆军野战防空的需求 并且陆舰二型防空导弹 一枚约3000多万新台币的报价 让台湾陆军无法承受 当时台湾陆军的装备经费不足 大部分的装备经费 都在采购黑鹰直升机 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 再加上那几年 防空导弹指挥部军种定位不明 使得台湾陆军在进度计划通过测评后 仍没有向中山科学院采购 而是沿用旧的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与美制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 来承担台湾陆军的野战防空任务 所以陆舰二防空导弹 一直没有量产的计划 当时有传闻在2014年研发阶段结束后 中山科学院就会终止其后续的投入 然而在2018年 台湾陆军提出了9项重要主战装备建案 其中包括用新型野战防空武器 来淘汰老旧的解束防空导弹系统 与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2018年5月 时任台湾陆军司令的王信龙 率队造访中山科学院听取简报时 中山科学院随即向台湾军方 提出已通过测评的进度计划 希望争取军方订单 2019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台湾陆军正式以猎损项目为代号 划拨预算向中山科学院 采购陆箭二型防空导弹系统 优先替换南台湾八军团防空群的 老旧解束防空导弹系统 但相较于中山科学院 进度计划所研制出的陆箭二防空系统 台湾陆军在猎损项目中仅采购陆箭二导弹系统 与野战防空相控阵雷达系统 并未采购自研的40毫米速射炮 依据台湾军方预算报告书 台湾陆军以143亿台币采购 该款新型野战防空武器系统 包括246枚陆箭二型导弹 29套发射载具 以及6套接战管制系统 与6套相控阵雷达系统 不过有相关人士分析认为 由于台湾陆军并未采购自研的40毫米速射炮 因此一辆陆箭二导弹车 仅搭载四枚陆射型箭二飞弹 防空火力略显不足 未来仍有强化的空间 野战防空分不同的层级 陆箭二型防空导弹 主要是负责区域防空 保护整个区域及重要地点 陆箭二整个系统 由雷达及发射车等不同车辆组成 不能与前线部队共同行军 与独次防空导弹等 提供点防御的野战防空系统不同 因此陆箭二防空导弹层级比较高 关于陆箭二防空导弹的性能 在2019年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军警防务展上 中山科学院携带陆箭二导弹系统模型参展 在现场的模型与说明介绍上 标注了其有效射程为15公里 这是中山科学院第一次公布 陆箭二防空导弹的性能数据 因此该款系统有效射程为15公里 最大射程则依据该款导弹 是天箭二型导弹的简化版猜测 可达30至45公里 而台湾军方现有装备的 解束防空系统与捷铃防空系统 射程仅为3公里和9公里 陆箭二防空导弹除了射程增加外 最重要的是可以大幅增强低空区域防空能力 陆射箭二系统配套的搜索射控雷达 使用的是中山科学院制造 并已经用于复首者防空系统 和独次防空导弹系统的 MPQ-78风眼相控阵雷达 该雷达系统包括搜索雷达和射控追踪雷达 其中搜索雷达有效距离30公里 可同时追踪20个目标 而射控追踪雷达追踪距离为20公里 该捆雷达除了装备在陆箭二防空系统外 也可以与早已服役的天兵防空系统进行整合 届时陆箭二防空系统 天兵防空系统 及同样都是使用风眼雷达的复首者系统 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形成整体区域防空网 这打破了以往台湾各野战防空系统各打各的情况 陆箭二的导弹发射车 采用与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相同的底盘 导弹发射箱结构是每一枚都有独立发射箱 相比于爱国者二型等远程防空导弹 陆箭二防空导弹系统较不容易在战时受到打击 毕竟台湾的远程防空导弹数量有限 难以完全抵挡饱和攻击 而且爱国者及天宫等防空系统 在战时将会成为敌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如果真遇到战争爆发 两三天之后野战防空系统 就会成为台湾防空的主力 而现在台湾服役的各款野战防空系统 都难以满足现代战争中 野战及机场防空的需求 尤其是对机场的防空更是十分重要 因为台湾四面领海 如果敌军要快速打击 必定只能以占领机场为目标 好让运输机快速运输大量部队 以及重型装备登陆台湾 陆箭二防空系统的服役 将能够大幅增强台湾现有的野战防空实力 如果将来陆箭二防空系统的采购量增加 进一步代替捷铃防空系统等老一代防空系统 将成为台湾陆军 军团级的野战防空作战主力 陆箭二防空系统服役后 可防御敌方航空器 无人载具 以及巡航导弹的攻击 确保防护目标及部队的安全 由于陆箭二防空导弹 目前还未正式装备台湾陆军 目前能查到的资料也仅限于射程 如果有了解该导弹性能的小伙伴 也可以发表在评论区 让大家做简单对比 与当今世界上的先进野战防空导弹 相比性能究竟如何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